這個第五天 講到這個帳幕與這個祭司的體系 妹們 很享受前面幾天 弟兄們的交通 給我們對這一次的這個訓練呢 有一個清楚的這個思路 那弟兄姊妹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帶這個 就是出埃及記的這個聖經揮護板 弟兄姊妹可以 我也想說把這個目錄呢 帶弟兄姊妹前面的這個思路呢 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 弟兄姊妹可以看到這個出埃及的高目呢 我們知道第一篇呢主要是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說這一次呢 出埃及記主要的這個經文的範圍的內容呢 主要是從這個出埃及記25章 一直到這個40章 40章的範圍就是到後面結束 但是呢中間呢 其實有蠻多的經文是沒有進入的 那而且蠻大的一部分呢 都是在25章 一直到30章的內容 34章的內容 弟兄姊妹 這個第一篇呢 我們前面一篇 弟兄姊妹給我們一個很好的 這個清楚的圖畫 給我們看見呢 弟兄姊妹這個神呢 這個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們的這個目的呢 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哪是要以色列人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 哪是要帶領他們呢 能夠建造這個帳墓 建造神的居所 所以呢 從這個前面呢 弟兄 剛剛三篇也講 其實我們都對前面的比較有印象 因為前面的故事比較精彩 那等到後面呢 從19章開始呢 一直到可以說到34章呢 弟兄姊妹 從19章一直到34章呢 其實呢都是說到啊 領受啟示 領受這個關於律法的啟示 關於這個帳墓建造的啟示 所以這些的話呢 其實是非常的枯燥乏味 那多半的人呢 對後面的這個金武呢 其實不大有興趣 就是都 可能啊 讀到這裡就跳過去了 那其實讀到這裡就跳過去了 其實就沒有真正出埃及 我們真正出埃及呢 墓地不是只是在 留在這個 不是經歷這個 好像盤石流出來的火水 不是只在吃這個 天 神從天上降下來的馬 那這樣 我們還是沒有出埃及 真正出埃及呢 神的墓地呢 乃是要啊 使以世人稱為 祭司的國度 在這個 這個 要代理世人呢 在這個曠野 建造他的帳墓 建造神的居所 所以弟兄姊妹 但是呢 這個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這個第一篇呢 奇怪 怎麼會先講到出道 拜偶像的淫外呢 不進入慢 因為以色列人呢 當摩西呢 在山上領受神 這些人的啟示的時候呢 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已經 已經這個墮落了 已經去拜偶像了 已經離開了神了 所以呢已經失據了神啊 帶領他們出埃及的這個目的了 所以呢 第一篇呢 神就先 這個弟兄姊妹就 先來說到 因為其實第一篇呢 是在出埃及記的 這個 32章 32章 33章 34章 的一些的內容 但是那個 其實這個帳墓的 我們說到這個帳墓呢 後面許多這個建造的這個經文 其實是在前面的 但弟兄姊妹其實沒有先去 這個 去交通這些的信息 反而先來對付啊 以色列人這個消極的問題 現在要把他們 帶回到這個正軌上面 所以呢 第一篇呢就說 我們要這個 出道拜偶像的淫外 要進入慢內 但是呢 我覺得 這個 就是摩西戰士裡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其實不只是對付啊 以色列人 那個拜偶像的罪 並且呢 這個 摩西戰這個33章13節呢 就像剛剛 弟兄姊妹所 所考試的這個第二篇 有一個很好的禱告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成為我們的禱告 就是啊 這個 我們經過這個 許多的 這些的對付呢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禱告 就是啊 求神呢 叫我們知道 這個 祂的法則 使我們呢 可以認識 認識祂 我想這個這一篇 弟兄們講得很清楚 可能在我們一生的年日啊 我們 其實有神帶領我們經過很多的事情 但是 我們有沒有這樣跟神禱告 我們有沒有在每一次呢 還是我們只認識神的作文呢 神在我們身上的管教 沒有 確實呢 經過這些呢 神的作文神的管教 我們卻不認識祂的法則 我們卻沒有讓祂 這個更多呢 將祂的這個禱呢 做到我們的心思裡 寫在我們的心上 我覺得弟兄那個 那個說到這個說 其實呢 神今天要做這個工作 經過許多的環境 我們呢 就更認識祂的法則 從祂的這個法則裡面呢 我們來認識神 所以我們一個認識神 我們就能夠來侍奉神 第二篇講說 我們對神的侍奉 乃是根據我們對神的認識 所以我們對神認識有多少 我們就對神的侍奉也有多少 所以到第三篇就說到這個侍奉神 就又帶回到啊 這個神啊 這個 這個帶領神爺出埃及的目的 乃是要在曠野來侍奉祂 來向祂走劫 來獻祭給祂 所以到了第一 剛剛前面弟兄講說 所以就是到第四篇呢 就說到這個三個帳目 說到這個帳目的三個階段 三個時期 我覺得上一篇真的是很享受 弟兄們帶我們啊 看見這個帳目的這個預表 帳目的實際 這個帳目的終極完成 都在這個我們的造會生活裡面 我們覺得上一篇呢 真的是啊 哎呀這個 剛剛弟兄唱到那兩首詩歌的時候啊 詩歌615跟611的時候 我眼淚就流下了 我覺得 弟兄姊妹我們每一次呢 記得這樣的訓練 我覺得都要重新啊 挑望我們對造會生活的享受 對造會生活的可慕 就像詩人一樣 為君子耶和華 我心可想你的諺語 我們都能夠發出啊 我們的心腸 能夠發出這樣的呼籲 好那感謝主 我們就來到了第五篇 說到這個帳目和他的這個祭司體系 這個 所以弟兄姊妹 當神呼召以色列人到曠野來侍奉他 向他守結的時候 這個獻祭給他 但是呢 以色列人如何能夠 這個 向耶和華神守結呢 獻祭給他呢 主要呢 就是藉著兩個憑藉 就是這一篇所說到的 這個帳目和祭司體系 所以你看 這個以色列人他們在這個 這個之前呢 他們經歷過許多的事情 經歷過這個 盤死流出來的活水 經歷這個 這個天降下的瑪拿 經歷經歷很多的事情 經歷 經歷 前面講到經歷這個 這個出埃及過紅海 神為他們心了許多的神奇奇事 但是呢 這些 弟兄姊妹 都不能夠叫他們來侍奉神 真正能夠叫他們來侍奉神呢 就是啊 需要這個帳目和這個祭司體系 那兄姊妹 這個 關於這個帳目和祭司體系呢 就是在 這個出埃及其25章 就說到帳目 這個 這個優華神呢 就啟示這個摩西 給他看見許多 關於這個帳目 其中器具的意象 這一段是從25章 一直到30章 但是呢 很特別的是 到了27章末了的兩節 就說到這個祭司的點燈 祭司的侍奉 然後呢28章一節二節呢 就說到這個 甚至到後面29章 這個就說到這個 這個神分部摩西呢 要分別了亞倫和他的子孫 來做祭司來侍奉他 然後之後30章呢 再這個說到 關於這個 許多器具還沒有說完的 這個意象 欸 佣子妹 所以在這裡呢 就跟我們看見一個 非常美妙的一個神聖記載的順序 就是啊 這個 這個 在聖經的啟示裡面呢 先啟示到帳目 然後再說到這個祭司體系 並且呢 祭司體系呢 卻也是 或者一個可以這樣說 祭司體系呢 卻是包含在這個關於帳目的這些 如何製造帳目的器具的意象的啟示裡面 這是說出什麼呢 這就說出啊 這個 其實呢 這個祭司體系呢 與這個 這個帳目呢 他是不能分開的 對 就好像前面跟我講說 帳目呢 和祭司體系 他們二則乃是一 他們是不能分開的 並且呢 他是先有帳目 後面呢 才有祭司體系 所以 弟兄姊妹 這個是本篇信息的負擔 帳目呢 乃是說到這個建造 而祭司體系呢 乃是說到這個侍奉 不僅是侍奉 並且是一個 祭司體系的侍奉 就是團體的侍奉 如何有團體的侍奉呢 我就需要前面這個建造的帳目 所以 弟兄在開頭的時候呢 說了一些的話我蠻摸著的 他就說 我們不能啊 要 祭司體系 而 而這個 不要這個帳目 而不要帳目的建造 可能嗎 不行 弟兄姊妹 我們 我們會不會 我們啊 可目願意來事後 但是我們卻不願意被建造 欸 弟兄姊妹 但是在這個 神的合理中間啊 甚至在我們中間 甚至在我們中間 甚至是一個很普遍的情形啊 可能我們被主挑望了 有心來事後啦 但是呢 我們卻是啊 不願意一同被建造 弟兄們在交通 就是 這個 欸 可能不要這樣做 但是你就覺得不要 我就不要這樣做 然後 這個 弟兄就說啊 這個 這個 呃 如果啊 我們呢 如果呢 我們啊 這個 沒有被建造 或者是啊 無法被建造 我們沒有在這個建造裡呢 我們就 無法釋放 對 因為我們就需要這樣看見 對 那如果是呢 你沒有 你沒有被建造 也無法建造 也沒有被在建造裡 你仍然在釋放 你仍然啊 可以釋放 弟兄就說啊 你這個釋放啊 是危險 會有一種啊 內在的危險 就是會變成一種單獨啊 個人的主義 你的釋放呢 並不是啊 殆盡這個建造 你的釋放呢 反而可能會 拆毀啊 神的建造 阿 所以弟兄姊妹 我覺得 我們需要啊 被這個 這樣的這個 這個賬目呢 與這個 祭司體系的 這一個 這個 這一 這一段經文的 這個 啟示呢 這個這樣的 這個光呢 定存 我們在照會中的釋放 阿們 我們要跟主講說 主啊 我可慕啊 被建造 阿們 我願意做一個被建造的人 阿們 我願意做一個單獨的人 阿們 我願意被破碎啊 阿們 我願意被調整啊 阿們 我願意被啊 這個 調到這個身體裡面 阿們 所以啊 這一篇的信息呢 蠻重的負擔 弟兄姊妹就是啊 建造呢 是我們唯一的需要 阿們 建造呢 是我們一切的需要 阿們 阿們 你用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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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啊 他早期呢 就是啊 可慕追求啊 這個 這個 侍奉 可慕追求屬靈 但是呢 他啊 這個 呃 花了許多時間呢 來尋求主 他追求聖別 他追求屬靈 你追求能力 結果呢 都失敗了 是 後來他 以後他說 他最終他學的啊 要成為聖別 屬靈 有能力 唯一的路 就是啊 被建造到神的建造裡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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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與建造 是聖經 基本且中心的啟示 阿們 第一終點 用者們我們來宣敵一下 來 生命 是為著建造 就是 三義神 凡你的彰顯 而建造是 本於生命 阿們 阿們 阿里路亞 生命 是為著建造 第一大點 給我們看見 生命與建造的關係 生命與建造是聖經 基本且中心的啟示 阿們 第一終點告訴我們說 生命呢 是為著什麼呢 是為著建造 而建造呢 是怎麼樣 是本於生命 丘子妹 我覺得這些的話呢 都是啊 非常的幫助我們 真的是 我們需要生命 生命的長大就是為著建造 生命是為著建造 而建造呢 是本於生命 所以後面想想說 生命是什麼呢 生命是內容 建造是這個團體的彰顯 多說一點 生命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就是神自己 要建造 這個 這個建造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團體的這個彰顯 就是這個 團體生機實體裡的彰顯 這個 然後第二終點呢 這個又發表的更 更多啦 生命是什麼呢 這個內容是什麼 內容就是這個具體化身在 基督裡的三義神 他實話為靈 將他自己要分製 到我們裡面 給我們享受 而建造呢 建造是什麼 這個團體彰顯是什麼 就是造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 是神屬靈的墊 是神屬靈的墊 要做神擴大 擴展的 團體的彰顯 那第三終點說到這個 約翰福音 他也是說到 生命建造 阿們 給我姊妹 這個實踐的關係 就是給我姊妹 可以 這個 我想這個 這個內容呢 在信息裡面 必須有交通 給我姊妹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信息的栽 還有 第四終點說到這個 主的恢復呢 就是恢復什麼呢 恢復生命 與建造 阿們 所以 第五終點說到這個 聖經的中信意象 阿們 就是這個 建造神的家 阿們 中信的意象就是建造 阿們 這個要做到我們的裡面 阿們 這個是全本聖經 最精彩的部分 阿們 院子的這個圍子呢 就是這個圍牆 外院子的圍子被立建起來 然後門也被掛起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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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的這個工程就完工了 然後到了這個 十字章三十字節就說 當時呢 就雲纏了就遮蓋這個規幕 阿們 耶和華的榮光就 充滿了帳幕 阿們 阿們 這個是出埃及記呢 的 這個 環節 阿們 是不是最精彩呢 阿們 我們的榮光 充滿了帳幕 阿們 同樣的這個 建造呢 到了這個 這個 啟示錄的末梁的 這個新耶路撒冷 有些我們看見呢 這一座啊 這個 生命的城 建造的城 阿們 阿們 這個是全本聖經的精華 阿們 讚美主 所以第二大點呢 就我們來到 就看到他有提到 這個神聖記載的順序 說到這個 祭司體系 是在這個 帳幕的啟示之後 所以 剛剛有提到 所以這個 這個從屬靈的方面的意義來說呢 乃是指名呢 祭司體系 和這個帳幕呢 二則乃是一個實體 這個 這個帳幕呢 和祭司體系呢 這個舊約是一個御表 但是在這個新約哪來是表真呢 神的俗名 所組成的這個 這個造會 今天的造會呢 就是這個 屬靈的殿 今天造會呢 這個 舊約的這個殿呢 是物質的 這個帳幕是物質 但是到新約來呢 這個 這個殿呢 乃是屬靈的 這個 造會呢 是這個屬靈的殿 和祭司體系 這個就是根據 下面呢 第三個終點 這個彼得前書 二章五節 用這邊一同把這個 這部經節我們宣讀一下 來 你們的殿就像佛石 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 成為聖爺的祭司體系 借著耶穌基督 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禁物 哈利路亞 阿門 所以彼得呢 在這裡他也很清楚這個啟示 所以當他說到這個 屬靈的殿和祭司體系的時候呢 他不是先說到祭司體系 他乃是先說到 我們需要被建造 成為屬靈的殿 我們被 當我們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成為這個聖爺的祭司體系 並且呢 從這個 以前二章四節到九節 其實這一段呢 其實是彼得他還說到歡迎建造的事 但是他卻在五節呢 和九節呢 插進去 說到這個祭司體系的事 所以在彼得呢 這個 這一段的經文也是很清楚給我們看見 不管在舊約或者新約 都很清楚給我們看見 這個帳目和祭司體系 二者是不能分開的 二者乃是一個 當我們是被建造的 這個屬靈的殿 我們就是啊 這個聖爺的祭司體系 所以這個第一小點說到 在舊約裡 殿和祭司體系是分開 但是在新約裡 殿和這個祭司體系 殿就是這個祭司體系 祭司體系也就是屬靈的殿 第二小點 我們請弟兄來宣讀一下 我們不能有祭司體系 而沒有帳目 也不能有帳目 而沒有祭司體系 第三小點 姊妹 我們若不是屬靈的殿 就不會是祭司體系 所以我們若不是祭司體系 就不會是屬靈的殿 所以 丘姊妹這個非常的清楚 我們不能有祭司體系 而沒有帳目 我們不能 就是 我們願意可慕侍奉 但是我們卻是 不願意被建造 我們也不能說 我們說我們被建造 但是我們卻是 不願意有份於侍奉 這個是不合聖經的啟示 什麼時候我們被建造 我們就能夠 什麼時候我們就有份於 這個 這個身體的侍奉 什麼時候我們啊 有份於身體的侍奉 我們就啊 也就被建造 Hallelujah 所以 照會作為 意思小點 照會作為屬靈所和基石體系的 雙重功用 本來是由 照目和基石體系所預表 所以第三 第三大碟 說到 就剛剛前面也這個交道 為什麼 照目是在基石體系之前提到呢 還是強調啊 信徒需要怎麼樣 被建造 成為神的居所 使他們能成為團體配搭的 基石體系 使奉神 所以第一個重點是說到這個 基石體系的這個定義 什麼是基石體系呢 乃是啊 建造在一起的 icos基石體系 作為一個實體 共同生活 並事後 我很摸走這個 這個重點的這個 這個定義喔 兄姊妹我們怎麼樣能夠建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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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们应该要 可能要来在一起 我们如果不来在一起 怎么被见到在一起呢 所以New Space 我们每次有这个东夏季的训练的时候 就是我们被见到在一起 最好的机会 我们都不能落掉这个机会 我们都要来参加这个训练 我们都要把时间分别出来 竭尽我们的这个力量 我们要终于切了人数把它分别出来 好好的被泡透 浸透在这些直视的话语的方向 我们要 第一个要来在一起 当然现在科技很发达 可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在一起 可能用网络来在一起 什么各种LINE在一起 Sky在一起 但是呢 最好的 不要只有这个在一起 不要这个只是这个虚拟在一起 我们要实际的在一起 还有我们要实际的来到这个聚会里 不然你在家里也这样可以看网络啊 网络现在都可以有那个 网络直播啊 但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一起邀约啊 还没有来的 弟兄姊妹 能够游泳飞雨啊 这样的训练 并且作为一个实体 共同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 弟兄姊妹 我们要与弟兄姊妹要共同的生活 我们在各地的这个 我们的照会生活 我们有没有一般人呢 是与我们一地头啊 常常来在一起 不管是祷告也好 不管是这个诚心也好 不管是传不也好 我们要没有这个共同的生活呢 弟兄姊妹 我们要有一个实体 有没有胖吗 有一个共同的生活 避世后 我们就有一个祭司体系 所以第二重点说 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 第三小弟还讲得非常的强烈 他说 如果没有建造 祭司体系就怎样 就会崩溃了 崩溃了 弟兄姊妹 所以不要叫我们的照会生活 是一个崩溃的照会生活 我们要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 这个祭司体系的生活 第三重点说到这个祭司体系的 这个侍奉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来 第三重点我们请弟兄姊妹一组圈图一下 来 祭司的侍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 来 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 第二重点 姊妹来 我们的工作一面是被建造 并一面是建造 妹妹 姊妹来 我们是被建造而建造 这才是真正做祭司司空神 第三重点弟兄来 如果祭司司空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 那也是被建造 我们无法将祭司的侍奉和建造分开 我们唯有被建造 才是正确的祭司 实行正式建造的工作 我们能对建造成为祭司的侍奉 乃是释奉的基本条件 我们若没有被建造 就无法释奉 我们能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 才能有蒙神悦纳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光 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必须就是建造 祭司是为这建造 第四重点 姊妹把它读了 既然祭司体系等于殿 而殿在于建造 祭司体系也就需要众生不配建造 我想听到这里 读到这里 我们对建造已经如雷贯耳了 知道建造的紧要 这是第五篇 看到藏幕这个词 就知道非建造不可 藏幕就是许多材料 然后被站在那里 被树立起来 被连结在一起 被放在很坚定的座 卯座上 卯座都中 亦他连得 一个卯座一他连得 总共有九十六个卯座 九十六他连 一他连得多重四十五斤 或者说公斤 或者说一百磅 哇 表示根基稳固 弟兄姊妹 我们要建造 就有根基稳固的建造 那叫做主的救赎 不仅如此 还要酸 这个怎么样 筍 扣在一起 那是什么神的制作 对不对呢 还要包金 靠我们自己 每两下 我们就 就崩溃了 感谢主 包的金 然后包金 还有环 对不对 我们有内住重生的灵 还有酸 把这个建造细节啊 神可是照着山上的样式 讲得非常清楚 有什么 要建造 第二建造有路 然后呢 他还有啊 怎么样 这个横过的灵啊 把人都串起来了 所以说来说去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个印象 要被建造 一到五篇呢 可以说第三篇是要紧的 叫做侍奉神 当时记得摩西跟法老王谈判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出去侍奉神 法老王讨价还价就是扣住你的某一部分 但是神是要我们全人去侍奉神 感谢主 而前面那两章呢 两篇信息说到个人要侍奉神该有的情形 就是要脱离怎么样 偶像的 有偶像的淫 走出拜偶像的淫 偶像的淫 你我不能有任何偶像 我们在主规不离 没有偶像宠派 没有任何的什么重要人物 重要生理或重要的事 取代了我们的神 我们目标是神 所以进入漫内 就是与神是一 全时间让神注入 不止这样 第二篇说什么 我们要认定 既然进入与神是一 让神传输注入 我们就认识神 不是只看见神的作为 对不对呢 以色列人看见神的作为 回头拜偶像 但是我们还要看见神的法则 看见神的道路 看见神对待我们是有 他们道理的 不要跟神争辩 要说神啊 我敬拜你的道路 不够清楚 回去读 泥地中的一本小册专书 敬拜神的道路 我们敬拜神的道路 我们连于他 我们就认识神的生命 认识神的性情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来侍奉神了 那侍奉神接着两篇 就给我们看见 侍奉神必须建造 三个帐幕告诉我们 建造的影儿 建造的实际 和建造的完成 很清楚 而到了第五篇呢 好 帐幕竟然和祭司体系 是一件事 而且呢 帐幕在前 祭司体系在后 而到新约 你看神的话 是缜密 是完整的 是缜密的 是诗诗入寇的 是有祂的原则和思路的 按照山上的样式 所以彼得出来说的时候 也类似的话 我们就像活石 因为我是石头 不过是被点活的石头 我本来没有英文名字 我就叫李光红 人家怎么听不懂 后来我们在导渡的时候 有个弟兄说 我们导渡 We are living stones 另外一位弟兄就说 弟兄你有没有英文名字 我说没有 You got a new name 同时你叫living stone 所以我就叫living stone 有时候过了海关的时候 海关官员都会很细心 What is the name come from 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 很特别 living stone 我不是lowing stone 我是living stone 我就可以传传福音了 你我 我们所以是石头 而且是活的石头 因为主是活石 他的石头是把我们点活了 我们都要成为活石 主乃活石 而我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然后活石第一个大师怎么样 被建造成为主灵的殿 你看活石就是为了被建造 我们生下来就在建造中 记得吧 当我们四活物产生的时候 活物一产生就不是单个的活物 活物一产生就是四活物 四个活物一起出现 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 清楚吧 我们是生在身体里 我们进到身体里 我们的命定就是要建造 绝对不要想独善其身 每人都没有 对不对呢 如果独善其身 就不必出埃及记了 只要在创世纪里就有了 创世纪人虽然堕落 神创造 人堕落 撒旦破坏 人堕落 但是耶和华神应许拯救 不只应许了 而且产生的杰作 经过八大人物的制作之后 三一神就做到三部人的人里面 亚伯拉罕 以撒 亚克的神 做出标准了 但是神不能满足 这时候还只能啊 停在埃及 放在棺材里 等待续篇 就是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让我们从那里大量的 这不是少数人了 我们全体救赎之家 出埃及 只有一个为了侍奉神 侍奉神 一面我们要啊 进入漫内 亲近神 我们要认识神的法则 认识神的性情 更进一步 我们要成为祭司的体系 这一个乃是在殿里 乃是在这个账目里 也就是我们被建造 所以建造是我们的命定 感谢主 那现在你我该怎么做 别人之类 我们今天 就在一个建造的光中 我们来做 我们该做的事 看到很清楚的 第一大点 再来重复一遍 说什么 生命与建造 是圣经 基本 写中心的体制 我们回头看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 活时被建造成为 属灵的殿 成为圣别的祭司仪器 这叫做同位于 被建造成为殿 建造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 这个尽职的 我们祭司的尽职 不是一个一个的 乃是配搭的 乃是祭司体系 在身体的 在建造的灵力来配搭 不要忘了 今天基督徒 都有侍奉神的观念 你看很多人一信主 马上说 我要委身自己 我要百道侍奉 我要为神 我要报答主恩 就要开始做了 但是呢 那都是个人英雄主义 他不侍奉还好 一侍奉啊 就啊 教会成为麻烦 因为他把意见带来了 把埃及啊 把巴比伦啊 所有的性情都带来了 所以啊 你我要经过变化 但是我们却知道 我们侍奉是要为做建造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成为圣别的国度 还是一个身体建造的国王 买来做产业的子民 啊 叫我们在这里成为团体的蒙尘呼召 出黑暗 入其妙之光者的美德 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要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 不是真在一个人里面 在我们中间 建造的情形 所以生命于建造 是整本圣经的忠心启示 很清楚 从救命 对不对 开头 产生材料 目的是为了建造 所以呢 惠目建造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能在那里充满 当圣殿建造的时候 这都是隐儿时代物质的 哇 神的荣光充满的圣殿 阿们吧 那就是一个雏形的出现 旧约是图画 旧约是预表 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 哇 怎么样 化成了肉体 支搭障目在我们中间 哇 第一个 惠目出现了 障目出现了 阿们吧 但这个是个小模型 它还要繁殖扩 死而不活 扩展成为基督的身体 阿们 所以在我们意向里 是基督与造会 造会是基督的扩张 是灵与身体 灵的繁针成为身体的建造 至终 约翰福音给我们清楚看见 就是生命与建造 约翰福音不讲别的 他讲到主耶稣来了 对不对 成为赤生命的灵 然后呢 就各种不同的人 都要得生命的供应 至少有八种人 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生命的分次 那生命分次的结果呢 是为了达到建造 你看 约翰所说的 除了主来给生命 并且给的更丰盛之外 这个生命继续喂养 必须供应 然后至终成为新耶路撒冷 至终成为荣耀的建造 对 弟兄姊妹 但愿你我在主的恢复里的人 要看见 今天想要侍奉的人很多 甚至于今天想要好好追求属灵 追求生命长进 追求灵恩的力量很多 但是很少人有建造的观念 但是感谢主 主的恢复 就是要恢复到神心头的愿望 你再提醒我们 要建造 要未建造 这个意向就是生命与建造 而这个建造到下一天 我们就要看见 建造到一里 主耶稣最后的祷告 就是要祷告我们 有份于三音神的一 谁破坏这个一 谁就制造分裂 谁就是在神面前大大失败的人 有什么意思 阿们吧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有一句话 千对万对 如果做的对做的好 分了就错 你让你的会所分了 让你的教会分了 都莫了 你分一批人出去了 哎呀 我告诉你 前功尽弃 主选这盖 我这次在导演变讲 有个说 主啊我五十几年在主会部中 教会中 我看有的人讲真理 讲音讲建造 讲得偷偷是道 等到翻脸跟甘肃一样 动不动就带这些人出去 哇越聚越多 主选这盖 有一天就是万一真的是你闹我 弄出这个建造出不是建造出是吧 做出啊三千五千人啊 这叫做师出无名 我们啊没有旗帜可给 因为这个旗帜是要在一的力量上 对这个点啊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里何能喜乐 我们虽然不懂 我们跟随 我们不懂 我们要竭力保守 那灵的一 一的建造是神心头的愿望 生命就是建造 生命达到建造 所以我自己啊在训练中啊 教生命的经历于长大二十几年 加上现在这个什么 在壮年班啊 另外十年啊 我就越过越觉得 哇 这个点建造是个奥秘 那建造是神心头的愿望 而这个建造 前面就越讲越奥秘 他说什么叫建造 他说生命长大 就达到建造 还有一句话 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 什么意思啊 建造啊 就是当我的什么造夹木 包金就是建造 你包金我也包金 对不对 我们又笋在一起 又包金 又金环 金穿 金穿 我们都连在一起 哇 我们就建造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在各地造会 同心合意 正造我们的造会 哇 基督的身体就全面的 在全地建造起来 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你看见 哇 就这么好同心啊 这是我们训练在美国啊 哇 将近五千人 就破了基督欸 把会所做得满满的 而且厕所都不够用 还忍受等厕所之苦 停车也很辛苦 破了基督的 最多一次是 你用过世那一次 租外面的场地 自己的场地 这算是最大 为什么 欸 都没有什么组织 就是一个意向 要建造 不要来看见 香调 背过包金 这越包越多 不要活自己 活自己只有带来分 不要带来你的好思想 好观念 好意见 意见带来拆毁 你我要啊 彼此供应金 彼此供应丰富的生命 所以建造就是啊 你我所有材料都要进功用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追求生命 追求属灵 追求生 都要想变成好材料 但是好材料在那里 躺在那里的时候 这材料反而成为半叠物 那材料要被建造起来 而且刚刚考试说 要成为柱子 柱子不能今天在东 明天改到西 柱子是不能movable 是不能移动的 对不对呢 它是啊 稳在那里 所以啊 这个什么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被建造成为 店里的柱子 就没有 不会再从那里出去 对不对 最好在我们各会所里 你都要学习做柱子啊 怎么做柱子 就是你要在那里进供用 在那里天天把金石给分支出去 我们做柱子 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建造 所以第二童点 在第二大典 在一起宣读一遍 在出埃及记 神圣记载的顺序里 祭司体系在藏幕之后 简单的说 你我乃是啊 建造 看见建造 再来进祭司体系的供用 因为他在建造里进的 第三大典 第一集 在出埃及记 之前提到乃是强调 信徒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基础 所以我们成为团体配搭的 祭司体系 侍奉神 以为我要成为团体的配搭的 侍奉神 祭司体系 所以我们以后还会看见 对不对 一轴半 你我 有一个名字 你有说可以取一个名字 叫Livingstone 活死 还有取一个名字 叫做一轴半 他又说你我都不完全 就提醒我自己 我再能干再好 一轴半 我需要我葛文斌的另外一轴半 我们一在一起 我们就完美了 你我要找到我们的一轴半 我们一看不到同伴 我们就乱了方寸 就好像保罗看不到提摩泰 看不到提摩 他心里不安 你看到看不到他们 今天我可以唱独角戏 今天我可以唱首预言 完了 没有印象 名就乱假 你我必须要看见 我有佩达 而且喜欢听佩达的 佩达说一说 我再说一说 这个甜美 我现在越过越享受 真的有说 就让听我们讲 大家讲一讲 我们再讲 慢慢的 他就满了一轴半的感觉 我们就有一个真实的佩达 第四大典 我们一起先读吧 说什么 神唯一的目标乃是健康 再一次 神唯一的目标乃是健康 那请问你的目标是什么 健康 我说我们那里人数最多 全台北第一 小心 这也是吉养大最肥 不 你我要说 无论我做多做少 我的目标为建造 第一宗典 神的目标怎么样 始终是建造 看得出来神本圣经 就是为了建造 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在教会中 做拆毁的事 你我要做建造的事 建造就是那个一 对不对 竭力保守 那领的义 建造 第一个 找到一周半 换句话说 能听别人的 有的人慢慢长到的地步 只能失教 不能受教 他就一讲 他就不耐烦 等到他讲 人人都要阿闷 有时候还问人家 为什么不阿闷 人家一讲 他打瞌睡都不负责任 不对 这个灵不对 竹雪遮盖我 我这么多年了 认识我都知道 有时候我在那听人 可以听三个小时 我真的 他就拼拼做笔记 因为我知道 他能补满我的确切 但是我们都能够 让人来建造我 对不对 我也能建造人 建造的灵 不要我行我素 对不对呢 乃是要彼此建造 第二宗典 在勇士林 神所要的是西耶路撒冷 今天祂所要的是造会 勇士林 西耶路撒冷 建造出来的 怎么建造 不要远在天边的建造 不要空中楼阁的建造 我要从身边的 对不对呢 从高处着岩 叫西耶路撒冷 从低处着岩 叫做地方造会生活 就是我们的哪个会所 在那里进宫用 不要天天 想往西耶路撒冷 看到旁边的兄姊妹 哼不屑一顾 跟你这些人 变化过程的毛毛丑 受不了 错了 你我要啊 珍惜身边的人 主席 我五十几年来 我真是看见 要珍惜身边的兄姊妹 甚至于要说 主啊 这身边的兄姊妹 是暂时的祝福啊 随时我们可以分开 就没有机会可以答了 这就是唯一的机会 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和我身边的兄姊妹 甜美的佩达 因为我要运用一种生命 佩达的生命 叫做适应一切的生命 这个生命叫 all fitting life 我能见证 所以我喜乐 我这到处我都喜乐 看到我们这个熊 什么 徐熊书成啊 我就想到他爸爸 他妈妈 是我最甜美的佩达 现在他们呢 也是忘年之交的佩达 无论怎样啊 你我看到谁 教会中不能有仇家 天天发肉体一定有仇家 天天啊 供应生命 一定是甜美的回忆 甜美的佩达 有准备 不要只是仰望 掩在天边的圣徒 天边的圣徒都想念 有一次我见一个圣徒说 哎呀好久不见 实在想念 他回我一句 天天相见 实在讨厌 他说对啊 你久久来一次 我好喜欢啊 我天天见面的 好受不了啊 错了我能见证 天天相见 好好珍惜啊 哦好久不见 当然也要抓住机会 这种相调的机会 愿我们改观念 一切是未见照 第三 一起 我们若不让 中间合作见照 就神的定子而论 我们便是失败的 记得没有见照 就是失败 神的子民中间 光景令人失望归心 因为什么 缺少见照 不是缺少材料 材料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培养成全成 建造的材料不多 但愿你我 有建造的意向 主还无法达到 对建造的目标 所以我们若离开了 神的目标 就不可能做什么 已完成神 永远的定职 你在哪位的神 永远的经伦 却不理不睬 旁边亲爱的圣徒 这离你建造远异 愿我们 主怜悯我们 爱每一位弟兄姊妹 看到他 想跟他祷告一下 跟他亲近一下 这才是建造的态度 第五 说什么 神要那些能和神子民 在一里同居 配搭成为一体 成为他居所的人 这就是诗篇133篇 他说 当弟兄们 一内同住 一内同居的时候 在一里面的时候 持守 竭力保守 一的时候 武神就说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没有什么更好的 何等啊 你永远是讲到这 何等的善 就不能再善下去了 善到无法形容 何等的善 你还能说 oh how good and how pressure 又善又美 又什么 你能不能这样说 我那个会所 二会所 不是马上盖好会所 才善才美 现在无家可居 还是圣徒 何等善啊 何等的美啊 真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灵 教会一定有看望 一喊 一这样讲 马上就有膏油在流 就有甘露在降 就难得要享受啊 哦 就怎么带入我们 增赏旁边的人 这是神的灵和带度 并无其 我们都必须看见 主恢复的目标 乃是要恢复基督 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叫我们被变化 并被建造 哦 主做生命 做一切 就无己了 所有的难处都出于己 什么时候有己 你一定会说 己一在里面作祟 就是罪 脱离己就是美德 所以我才说 最美就是羔羊伟大 羔羊伟大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就美了 自己那么大一点点就臭了 他还强调是很美 叫臭美 你我正是要脱离己 竭力保守这个意义 让我们的变化 达到建造 你晓得也说什么 我们同被建造时 神就得着一个建造 这个建造乃是 祭司的信 愿主祝福我们 得着每一位 至少我们要告诉主 说怎么样 主啊 我要被建造 一起说 主啊 我要被建造 主啊 我愿被建造 主啊 我愿被建造 我愿被建造